最新的一个民调 20到34岁 有没有 在反来猪的部分 同意过半54% 曾爱藻礁的部分 也超过了不同意 公投棒大学也是一样 这个比例很高 那重启核四的部分也是一样 还有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学以上 就教育程度比较高的 那大部分也都是同意 只有在这个重启核四的部分 是不同意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东西 董哥应该是很清楚的展现 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民进党又有一种 韩兵讲的没有错 邪教式的方式 恐吓式的方式 非常浮夸的一个方式 还有非常接近搞笑的方式 来宣传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对于这些民众来讲呢 20到34岁 还有学历比较高的 接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 他们跟世界接轨的程度 也比较高 我觉得是不是会让他们 非常的反感 一定是的 因为他就是彻底的被骗 那像我们当然不会被骗 我们不可能投票给蔡英文 那年轻人 他们的第一次 向给蔡英文 他们给他一个未来的梦 那这个梦根本是假的 你变成要用你的健康 去让蔡英文 洗下他对美国的承诺 对不对 吃莱猪 那你怎么受得了呢 然后又必须要破坏台湾的生态 藻礁不能永存 这些都在骗嘛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久了以后就会清楚 日久见人心啊 那蔡英文他骗了很多年轻人 所有这些手段都让人家瞧不起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慢慢的觉醒 请问你家有房子吗 没有啊 蔡英文告诉你 他认识要盖20万户在哪里 没有啊 所有东西就是骗 骗到最后就说 我2024年就下台了 和我没有关系 那认了一个政治人物可以这样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那种信口开合 而且每天用些文青的语言 让大家就发现说 原来蔡英的真面目 他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台湾有什么尊严呢 没有尊严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碰到美国人你就矮了一距 所以你看到 民进党各式各样 什么陈其迈啦 苏文昌啊 陈其仲啊 沈荣金 那种浮夸式的语言 邪教式的语言 我觉得在2021年的台湾 还会有市场嘛 说实在的 民进党过去用这种方式 确实吸引了这个不少的一个选票 但现在在这个议题上 看起来好像同样一招不太灵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大家有智慧型手机 有电脑的时代 你只要回去看 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 对不对 譬如我们这两天发现 哎呀原来 幻影这么剖辣 他在骂蔡英文 哇真好听 原来他也讲过实话 对啊 现在幻影变成我们的新偶像 你知道吗 但是他是几年前 在骂蔡英文 蔡英文已经当了一任的时候 他就骂你们民党就是 绿色塑胶 绿色塑胶是什么 就是未来的垃圾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话其实让大家觉得说 哇原来我们从 智慧型手机或者电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真相 您要不要建议一下范云 他应该要自己是广传这个影片 对他的形象是有点帮助 其实各级的朋友 或者网友大家都会互传 因为太精彩了 对啦 我们终于死回范云的过去 不传对不起他 对不传对不起他嘛 他现在广为流传 那其实广为流传 还有很多 蔡英文自己的讲话 非常多嘛 他过去怎么去批莱克多巴胺 过去怎么去永存藻礁 所有这些在片子里面都找得到 而且是影片 对不对 还有赖清德 赖清德还在骂那时候的国民老 不要用美国来恐吓我们 现在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真相 让我们也发现了 现在年轻人他比较觉醒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看得到 我们没有人有办法教他 他自己会看得到 大家在网路在 很多的各种国外的媒体 然后你看到了 哎呀原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这一次里面 不是政党对决 不是 而是平民跟正乳的对抗 那这个正乳欺骗了我们 给我们很多假的东西 然后最后逼我们用健康 健康在哪里 健康我们要用肺去吸 更多的 煤 火力电 然后你会去得到的 各种的疾病 这是一项 然后另外呢 用健康 用我们的胃去吃 拿个豆瓣的猪肉 我们可以相信民进党吗 民进党过去 在批评马阵鲁时代的健康 食品 说食品不安全 食安问题应该怎么样 民进党有给我们一个 更好的食安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